习近平在越南驻中使馆 向越共总书记软负重的一项鞠躬 虽然贤情严肃且略显苍老 但完全没有中风下步伐不稳的症状 而在中国央视所释出的画面里 习近平与越南驻中大使的谈吐 似乎也没有障碍 破除了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中风的传闻 全会高度评价新时代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 研究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不过这样的谣言会盛行 也是因为这次三中全会期间 种种不寻常现象所致 首先是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 央视才播出了党内高层开会的画面 而原本新华社歌颂习近平经济改革的 万字长文忽然着策 也让外界怀疑中国当局有所隐藏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发展和安全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不断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有专家表示在金融改革 财政改革和地方财政改革 都有所困难的状况下 中国当局很难完成自己所提出的 中国式现代化的工作 而这次三中全会将目标设在2029年前完成 似乎为习近平连任第四届普鲁 而这次的会议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首次将安全置于改革之前的全会 华语新闻发展之中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早就会想进行电影 并且看起来 就会用到迁养 队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 就会使用到迁养